星星玻璃球 作者安防侄子 翻译 周龙梅 彭义 一开始 我根本就没有打算那么做 我只是想让阿彩给我看一眼他的玻璃球 偷东西那样的坏事 连想都没有想过 可当我醒悟过来时 阿彩的三粒玻璃球已经紧紧的攥在我的右手里 滴溜溜的进到了我裙子的口袋里去了 因为阿彩的玻璃球实在是太好看 太少见了 这种玻璃球里头镶嵌着星星 究竟哪家店里才会有卖的呢 那天早上 在学校里 当阿彩把一大堆玻璃球 从一个红布袋子里哗啦啦的倒在书桌上时 女孩子们全都围到了阿彩的书桌旁边 漂亮 漂亮 让我摸摸 女孩子们一边一口同声的嚷着 一边抓起玻璃球 捧在了手上 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 想去摸一摸玻璃球 可是 阿彩突然喝道 别碰 她皱着眉头 非常厌恶地说 你一碰就脏了 我的心里顿时变得一片苍白 指尖好像冻僵了一样 同学们全都不说话了 然后 有几个人低声说着什么 私下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很不舒服的气氛 这时 钟声响了 大家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接下来的语文课 老师的讲话我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课间餐也吃得不香 同学们开心地嬉闹着 而我却如同一个人坐在沙漠里似的 中午 我去图书馆还书 回来一看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我本来也想去校园 可是突然发现阿彩的红布袋子 忘在了书桌上 我忍不住跑了过去 用手拿起了那个袋子 然后悄悄地打开往里头一看 里头是满满一袋子颜色的星星 忽然 我仿佛是在梦里一般 从里面拿出三粒星星 放到了口袋里 我本想去校园 可是又不想遇到班上的同学 就去图书馆看书了 一直看到钟声响起 阿彩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现 红布袋里少了三粒玻璃球 在学校里 我不停地把手插进口袋里 去确认玻璃球那种凉凉的圆圆的感觉 最后 终于就那样回到了家里 我家就在学校后头 我和奶奶两个人 住在河边的一座小小的老房子里 爸爸妈妈呢 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 从开始懂事时候起 直到今天 我就一直被别人问这个讨厌的问题 爸爸打工成钱 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死了 我已经习惯这样流利地回答了 不过 因为奶奶眼睛不好 我小时候就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 所以 我总是穿着脏衣服 头发乱蓬蓬地去上学 那时 同学们就说我坏话 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说我的坏话 今天 我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可是同学们还在说我脏 脏 不过 我不会败给那些说坏话的 无论别人说什么 我都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 总是快快活活地活着 我想做这样的女孩子 不过 说实话 真的很难 从我家的窗口 可以望见一棵大柳树 那长长地垂下来的柳树枝被风一吹 摇来摇去 乍看上去就像一个女人 下雨天 看上去像女人在哭 春天晴朗的早上 看上去又像女人在笑 奶奶常常一边望着这棵柳树 一边说 柳树多好啊 爽爽快快的 奶奶很喜欢风中之柳这句话 那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次我问 奶奶笑着说 就是不把别人的话当回事的意思 于是 不管是在学校别人说我坏话 还是邻居的婶婶们冷言冷语地议论我们家的事实 我都会对自己说 要像风中之柳一样地生活下去 不过 这也很难 每当我从窗口望见柳树时 总会说 柳树啊 你真了不起 无论刮多么大的风 她绝不抵抗 只是随风一起摇动 所以 她才会一直牢牢地站在那里 我最喜欢黄昏的第一颗星星 出现在柳树上方的那一刻了 残阳西照 天上还泛着淡淡的红霞 那颗孤星 亮晶晶的 仿佛只属于我一个人 仿佛只是在为我一个人闪烁似的 然而今天 我又有了三颗这样的星星 就睡在我的口袋里 星星玻璃球 我悄悄拿住玻璃球 放到了书桌上 玻璃球里头的星星晶莹剔透 闪着和我最喜欢的黄昏的第一颗星星一样的光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些星星 最后决定 明天再悄悄地把他们放回到阿彩的书桌里去 不过 要把偷偷拿出来的东西再放回原处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每天把玻璃球藏在口袋里去上学 可最终也没有还成 不就是三颗玻璃球吗 拿就拿了吧 在我心里的某一个地方 轻轻地想起了这样一个声音 可是 马上又有一个声音追了过来 其实只是拿了三颗玻璃球 也是小偷 我痛苦死了 除了我 只有窗外的那颗柳树知道星星玻璃球的事 柳树 柳树 我悄悄地叫柳树 这些玻璃球应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 柳树那长长地长满了那一叶的枝条 沙沙地摇了起来 然后像风中之柳似的温柔地笑了 好像在说不用担心 柳树 柳树 就这么一直拿得行吗 我把星星玻璃球高高地举过头顶又叫了起来 于是我的耳朵听到了柳树的声音 我替你保管吧 什么 我吓了一跳 抬头仰望着柳树 然后我冲出家门朝柳树跑去 我跑到柳树的身边 她真的在笑 没有风 可她却在咯咯地笑着 用漂亮的女高音唱了起来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忘掉她吧 我来保管 三粒玻璃球和你的心 我来保管 听上去 简直就像是妈妈的声音 真的啊 我忍不住扑向柳树 用双手抱住了树干 我把耳朵轻轻地贴到了树干上 于是我真的在树里 听到了一个女高音的声音 我来保管 哪里 放在哪里呢 我把玻璃球捧在手里 仰望着树 大树像说悄悄话时地 轻轻地说 就埋在我的树根下面吧 我拿来一把小铁铲 蹲下身 在柳树下面挖了一个坑 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坑 把三粒玻璃球埋到了里面 就像小时候 一个人为鲸鱼或是小鸟 举行葬礼一样 传来了一阵柔和的河水声 从那以后 我渐渐地忘记了玻璃球的事 柳树真是不可思议 真像是一位心胸开阔的妈妈 树妈妈轻轻地 把我心灵上的污点扶去了 从那以后 我变成了一个 比以前要开朗了一点的孩子 又过去了几个月 秋天到了 当小河缠缠流过 四周飘满了桂花的芳香时 我发现柳树下面开出了小花 正好就是我埋玻璃球的地方 我蹲下来 仔细一瞅 是两朵星星形状的兰花 而且第三朵小花蕾 也已经鼓了起来 我突然明白了 一定是上次埋的玻璃球发芽了 开花了 我只能这么想 柳树 柳树 这是玻璃球花吧 我把耳朵贴到柳树上 悄悄地问 于是 从柳树里传来一个女高音的笑声 柳树摇着长长的长发 点点头 就好像在说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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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